大家好,今天會介紹大和號藍體和藍內部份設施 大和號一共有24層甲板 最上層為藍掌室,最下層為第三藍橋 不過大和號的升降機只能上升到第一藍橋 如果要到達藍掌室的話 要走樓梯上去,有可能撞傷頭的風險 如果藍體受到受損事,甲板會進行封鎖 現在介紹第一藍橋內部 第一藍橋有六道門 最左和最右是電梯門 接近藍掌位是自動門 可以走上去藍掌室或走到後方的觀景台 通訊員位和技術掌位的隔離是空氣閥門 裡面有甲板組人員專用的坦空服 還可以走出藍橋外面 藍掌位是之前的影片已經說了 現在介紹一下藍橋四周位的位置 中間位是戰術掌位 負責戰場指揮 五座修正式! -1.3 和高龍塔的操縫 右邊為主駕駛位 和副駕駛位 左邊是AI專用的操控位 控制大和號的各個系統 包括偵察機的回收 程序 最左邊是輔助位 不知道有什麼用 因為長時間的位置都是空的 右側是航線監測位 負責航線規劃和計算超光速航行後的地方和左標 旁邊是技術支援位 負責解決達和好欄上的技術合徵 左側是武器控制位 控制達和好欄上的所有武器 左邊是通訊位 在超空間通訊的負責位置 中間是太空羅盤 顯示達和好航行狀態 而太空羅盤的右邊是雷達監測位 監測雷達探測的一切事物 左邊是引擎控制位 負責監測達和好引擎輸出率 還有天花板有一個大型屏幕 空洞泡亞空間適立和自動渡航室 恐怖它 現在就示範它的抵扣圖 第一艇座下面是一個窗戶 兩個大窗戶和一個升廣機 最底是生產和加工廠 還有一個窗戶 専門被各個部門放材料的地方 後面是専用居住的地方 包括食堂、健身室和圓窗 在第一次改裝的時候 拆除了部分居住區 建造了一些工廠 因為在羅宇宙規服系統那次死了很多人 食堂方面 食物提供是由OMCS系統負責 205就變成人手製作成脈 205反了2199的設定 房間有單人房和雙人房 圓窗上層是觀景台 下層是洗澡房 後面是洪空隊的活動區域 第二機座有19個停機坪 每一個停機坪可以停車 有架戰機 在戰機出擊的時候 停機坪都會動 給下一個停機坪的停機出擊 第二機座圍著主人瓶室的控制台 這個機座的設計 搞其中1974年版本機坪 機庫的設計問題 機庫的設計問題 機庫全場262.8米 17775米 只能這麼快點鎖 只能鎖飛機進去 不然停機坪才能鎖得這麼多 在水上或地上 機庫就不能出擊 機庫長時間維持在無重力狀態 大尾大四機的控制 由旁邊的起降管理室控制 在零食盤到第一機庫的時候 但在左右接電信號燈 讓它零食盤到零食盤到機庫 最近推進器 這四個東西是排水口 這也是排水口 這也是排水口 甚至這也是排水口 第一副泡下面 這四個東西 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個人認為是保生瘡 或其他東西 這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南美於雷發射款下面 巨大的板 應該是比龍骨 大和號在轉又或轉左的時候 大多數會使用這些 姿態噴射口 有細油帶和有外層裝備保護的噴射口 還有一些未出現過的噴射口 小型噴射口的數量佔大和號 搭載噴射口最多 南手至南美的南體有小型噴射口48個 大型噴射口有16個 以上噴射口大多數都是固定在大和號的南體上面 殺車專用的噴射口有4個 戰鬥大輸出率型噴射口有14個 這些類型噴射口有外層裝備保護 主要功能就是不要被噴射口受破壞 還有一些無限的符號標誌他們的位置 第四種不知道有多少個 在二二零二第十二集大和號被白色水星的重力拉進去 因為大和號被開那些戰鬥就開啟了一些噴射口 我看到那些南低噴射口 之後呢我看了側面圖對一對位置 嘩!大和號有很多衣類的東西存在 香港沒有給大和號是甚麼 大和號部門如下戰術科 關為甲板部和航空隊 航空隊負責偵察和防空或者作戰任務 而甲板部負責主砲的操作 男體維修等工作 還有他們最懂得使用反轉術式 技術和情報科 他們負責分析敵人的武器和敵人的行動 或者開發新科技 紅海科負責規劃路線和宇宙天體偏差 當然包括大和號的駕駛 機關部負責大和號的人 以及保養衛生科 負責拯救大和號的藍內的商品 船目科負責通訊 藍體消遲、雷達探測等工作 保安部負責大和號的藍內的保安工作 現在是美拉斯兵入鎮馬 魚船科 負責大和號的藍上的物資分配 寶門龍界被重新分配到魚船科 我的反應是 部門的主管開會的話 會在中央作戰室或航路規劃室進行 醫療室基本上是有醫院所需要的設備 例如磁力共振機、手術台、他還記得了 宇宙獵鷹回到第二機庫時 會有激光引導戰機回到機庫 宇宙獵鷹回想 我配王 聖節 老興 我 為別人所愛的小弟 親自我 原來相關 負責大和號的格文 一前往地 我 是 那 快 今天沒話好說,下一次我會做2202的評價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